雖然距離2022年卡塔爾世界盃還有兩年 不過為此新建的七個體育場已經備受矚目 按照以往的慣例 世界盃足球賽應該在6至7月間舉行 然而卡塔爾的夏天實在太炎熱 即便新建的七個體育館 都將配備最先進的露天冷卻設備 還是令足球隊與球迷們化而切步 於是世界盃將比賽時間挪到了11月21日至12月18日 雖然這個時間點和歐洲足球俱樂部賽季的時間有所衝突 但主辦方承諾這次的比賽將是超大規模的 並且擁有最先進的訓練設施 體育館 以及頂級的球迷體驗 因此將具有很大的吸引力 卡塔爾世界盃的體育館都在多哈市內或周圍 相距不遠 所以球迷們在一天之內 可以去不同的體育館觀看不同的比賽 當然 球迷們如果不想出門 他們可以每天在家中通過電視觀看長達11個小時的四場小組賽 根據世界盃主辦方的介紹 11月21日的世界盃開幕式將在可以容納6萬人的 埃爾巴伊特體育場舉行 這個體育場的外觀 類似卡塔爾沙漠中使用的帳篷 而12月18日的世界盃決賽則選在盧塞爾體育場 可供8萬名觀眾同時觀看 這座體育場的設計靈感來自中東地區使用的碗和器皿 帥爾巴伊特體育場